喬亮的歌声 扎实的步伐 阿美族人演绎着《献酒》里 为生活里的酿特展拉开序幕 开大格兰文化馆为了让都会去的民众 更理解原名的酿酒文化 特别以与你相遇之所生活里的酿特展 呈现阿美族人酿酒的神话故事 祭典以及工序等 完整地呈现阿美族人对于酿酒文化的深圳性 并在19号举行开幕记者会 原来它是出具一个对大自然的感恩跟敬畏 然后包含对长者 对祖先 然后到对晚辈的祝福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深的文化的意涵 不止如此 厕展人舒米乳尼 更在展览当中呈现阿美族人不同于其他族群 是如何用刺蕊草 大叶田香等多种植物 结合糯米形成酒渠 进而酿出清甜的酒 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回到部落18年 学习酿酒文化的精髓 呈现在这次的展览当中 我希望他们能够了解这个传统的知识 传统的技术 然后希望传递的是一种好的事情 其实以前的喝酒文化是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美丽 因为它不轻易制作 一定是跟文化跟一个祭典 跟碎石祭典的时候才会产生的一个日常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文化是必须要被传承的 透过这样的形式让大家能够理解跟认识 然后能够舍弃那些以前那种成见跟误解 然后更了解我 传述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文化 其实是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 如何去负责我们以前的文化 怎么样去共用 与你相遇之所生活里的酿特展 从19号展到明年的3月31日 藉由阿美族人对于酿酒文化的神圣性 带领都会区的民众更理解原名的酿酒文化 云市新闻 咱们的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导